好 好 好 她怎麼叉 然後什麼也不用想 她踩我就踩 我跟妳踩 然後她會再長起來 我想當植物 所以妳要當草 是妳的韻文 或是樹小 那妳唱一首小草好了 大同學 妳都看錯了 OK好來 我也只是選C 因為我覺得最類子做的都已經做了 好 OK 就重新 重新投拍 好 妳要活該當什麼 人啊 我還是想當人 OK OK 唐老師是一 她也知道 為了當大家的很康老師 我辜負了多少人啊 所以欣賞一點 而且 好好設定一下 應該是沒有人可以補 我才敢吃這個 我很意外 妳媽大家沒有影響三 彌補夫的愛 我是希望如果三再加上老婆 真的喔 彌補對父母圈感到會 妳這一次這麼不中不孝 對 我們希望能夠再彌補一回 好可憐 好可憐 妳怎麼那麼 好危險 我之前都誤會妳了 妳一下還誤會我 好 好 那我還是不要改變 好 又要的好心 我會是選三 黃老師我們是同一個年代 真的喔 四號 我不好好唸書 我反正就不愛唸 妳要我再投胎再唸書 我不會 我不要 我沒有辦法 我唸書太痛苦了 那欣賞 那妳要當什麼 對 我已經是個美女 所以我覺得 還是美女 當花嗎 當花 當花 你不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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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來 不過我選擇四耶 應該什麼都不用 就直接重新投胎了 好 我們都選完了 看我們這一生呢 會不會這個賭錯局 好不好 來 好 不然朋友呢 如果能夠重新投胎啊 你會選的像唐老師一樣 彌補她曾經 這麼多曾經 被她傷害過劈腿的親人 感覺好好練 沒有塞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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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傷心的趕快趕快走 好來看一下她呢 或是妳呢 多容易下錯注呢 來看一下喔 恭喜妳呢 下錯注的數是百分之百喔 我就知道 真的耶 我已經習慣了 我一定高的 好 其實這類型的人 她對很多新鮮的事情呢 充滿了好奇啊 好奇啊 越是難克服的事情呢 或是人呢 她很想去挑戰啊 所以這時候呢 很容易呢 衝動做很多事情啊 比如說一夜情的對象呢 就很容易下錯注啊 她以為是找到了真愛 其實呢 早上起來發現 她是一個很醜的恐龍妹 或很醜的男生啊 會把她的皮疙瘦 錢都偷光了啊 所以乖女朋友選這個單呢 尤其是一夜情的對象呢 特別注意妳的 下錯注的指數是百分之百喔 她容易相信別人的 對 就是她講她的 然後我覺得當下覺得 好像很善良 對相信的 沒錯 然後是事後才發現 對 可是那已經是很久的一段時間 對 對不對 好 來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啊 美珍跟千娜選的啊 彌補小時候 有沒有好好讀書 我們來看一下 她們兩個呢 多容易下錯注 指數多少 來看一下啊 其實你們這類型的人呢 其實你們很善良啊 也很容易相信別人 然後大家會覺得 你們也很可愛啊 所以在相處上 不管是友誼啦 或是愛情上的 都是蠻不錯的啊 所以呢 在下錯注的指數呢 是我們最少的 因為呢 你很容易相信別人 人家有覺得說 不忍心傷害你喔 嗯 OK 這個還不錯 好 我們來看一下黃老師 跟悠悠老師 選的啊 那個回饋父母的愛啊 如果觀眾朋友 也許這個仔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有多容易下錯注呢 來看啊 一半一半五十五啊 其實類型的人 要特別注意 會在朋友上的下錯注啊 你會覺得呢 好像每個人都對你很好啊 其實呢 你會發現說 其實很多人呢 對你是一定有打算 比如說想賣東西給你啦 覺得你很有錢啊 或是呢 說想搶你的情人啊 反正都有一些目的啊 所以要特別小心啊 就像黃老師還好 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不容易下錯注啊 就人家好不可以選到一個還不錯 對啊 對呀 對呀 據說黃老師只有她一個朋友 對呀 對呀 小心啊 好 來繼續選四的 還是其他人選四的嘛 對 好 就要切我們的佩瑤佩慈 跟我們的周明選的啊 如果光人朋友也許跟他們一樣 我們來看一下 他們有多容易下錯注呢 來看一下 喔 恭喜你 100 我剛剛擺了一圈 我剛剛擺 我們直接是破表 怎麼破 一定有一個標準 好難拿捏 對喔 真的是 一下99 100 千萬不要跟他們下同樣一個注 為什麼會這樣 而且他們常常就是看錯人了 然後呢 什麼都看錯 然後下錯注 然後什麼都 反正要跟他相反就對了 喔 佩瑤常常看錯人對不對 所以你要找我討論 對啊 然後會找我跟討論 對 那你要去聽別人的意見 對 然後再加上你自己的想法 然後摻插之後呢 就覺得 欸好 那我們來一起做決定 對 等你自己的話就是風險比較大 對 這樣可以了解 所以很多人陪我 所以我們跟你講說 不要當小草 你願意接受嗎 對 好的 觀眾朋友這個單要特別小心喔 還是要多聽你的很信任的朋友 或是長輩的意見喔 然後自己再做參考 等到你們更成熟一點的時候 自己再來做拿捏喔 所以觀眾朋友這個單要特別小心喔 OK 好 提供朋友當參考了 其實在圈子裡面有時候 我們都直接把我們自己的想法講出來 可是完全不曉得對方是怎麼想 搞不好人家很受傷 就像人家說你是白筆星 搞不好就很受傷 對 所以但是這圈子裡面的人際關係很重要 對不對 這個對談啊 然後應對啊 然後其實有很多的美美咖咖 我們都要很注意 所以這邊就要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要從新作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新作的人呢 他的職場人際關係是要被加強的喔 我要和來起來對對看 你是不是需要加強囉 這邊就要問一下我們的唐老師 要從新作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新作的人呢 他的職場人際關係是要被加強的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太陽上升喔 兩個星座 因為我們這個牽涉到運勢了喔 所以上升星座要參考 還有注意啊 人際關係也跟水星有關喔 水星就跟個性有關了 因此呢太陽上升水星 如果落著三個星座的人呢 太陽跟水星是因為你個性的關係 那上升跟太陽是因為你運勢的關係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看太陽跟水星 還有上升 還有上升三個 對 如果我點到 三個 等一下跟著大家來看一下 對對對 如果點到名我會告訴大家 那那個千娜啦 忠明都是射手 然後美珍是摩羯 是 然後佩茲跟配搖 配搖 什麼都是天瓶 天瓶 上升的話呢 剛好美珍配搖是金牛 然後呢 佩茲是摩羯 上升 忠明是雙魚 天瓶是手足 OK 你上升水 好 我們來看一下喔 太陽上升第三名 好 如果落到了太陽上升或水星 很多人上榜啦 忠明千娜悠悠老師 這首歌 這首呢 有自以為幽默的嫌疑 好笑喔 好笑喔 不忠明 我還蠻幽默的嘛 這麼笑 有啊 有笑嗎 從小認知就錯了 從小認知錯 我跟你講射手真的要很小心 射手一定要跟你很熟的人 他能夠理解 你其實就是無心之過 你其實就是在跟他開玩笑 他必須非常理解 你不然的話 不見得每個人都能夠接受 射手座的冷見 而且射手座就是哪夫不開啟哪夫 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種直覺能力 一百件事情 他一定能講中那一件 那個人心中 大家不能對 對 那一個人心中最重的痛 所以你有這個本性呢 一鍵刺到紅心 搞不好小聰老師就是你為這一句 想要說錯我的心 老師也不行 我錯了 對 小聰老師他唱歌可是可以拿到很高的價錢 可是也許因為他創作歌手出身 他心裡一直有一個陰影 覺得說是不是自己創作才華高過唱歌的才華 然後在二十年後就被這個小子給錯過 對 很可能 真的 那其實很多射手座可能過去幾年 別人還會提醒他 對 對